今天我很高興有桂枝傑在卡加里接受訪問 桂枝傑,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桂枝傑,職業以前就大壯 現在就轉為事務主 我是寫明的秘書長 今次主要想過來和美加的朋友 能夠有一個親身的接觸 你身上也穿著一件禮二年的T-shirt L.Y.L.是否是禮二廉 其實出來美加這次是否想籌款之餘 又收下Lang 要強調籌款不是我們的重點 當然美加的朋友一向很疼我們 知道黨是窮 每次都會表達這些透露 但那個真的有一點點 主要是過去這九個月到半年 因為社民在香港都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社會運動 特別是我們5月16日推行了一場五區公投 在過程當中 當然美加的朋友有錢出錢 但不單止做很多事有力出來 舉個例子 有很多朋友專程回香港 幫我們做了兩三個禮拜的移工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當時那個名字水蛇春那麼長 火山爆發了 結果搞到很多人沒有機位 做完移工之後 回不了香港 就要滯留在香港 有很多人就算回不來 在這邊電郵打電話 都叫親友就叫 我想這次最適合的事情就是 第一 相對地香港的雜誌爭拷 停一停 有一個空間 停一停 議會也暫停了 我們覺得應該花點時間過來親身 送一些朋友道歉 特別是我們在公投期間 還沒在香港親身見到 但在這邊幫我們的 我們其實好像很熟 網上 甚至電郵 電話 經常都會聯絡 但就是沒見過的樣子 所以這次很有趣 我們送回來六個點 其實已經去了三個點 今天第四個點 有些很熟悉的朋友 第一次見面 一見面 我經常都說 我將一些virtual的關係 變成一些很real的關係 一些很虛擬的東西 我變成一些真實的 希望 這些變成真實的友誼之後 然後就會令到我們有更好的 一個根基去建立我們更加鞏固的友誼 所以也都不是牽涉到什麼修靈 而是我們確實上 希望 因為已經有一幫 這麼堅實的支持者在這裡 我們希望有一個可以正統一些的系統 可以幫他們做多一些 跟香港聯繫 或者這一邊都幫他們搞多一些活動 令他們更加跟得貼 香港發生的什麼事 那有一個問題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問 但我亦都需要問 就是 長毛和華叔那件事 跟著你們和民主黨 譬如這個 李幫主和蔡先生 會令到有些海外華人 覺得你們的黨好像去得很盡 好像很激進 那你對這些批評有什麼回答 我當然會有一個很綜合的答法 但我想就著這件事 我個人是有些想法的 就著長毛 即是他說華叔 病上老 受到那個攻擊 我在香港 或者我在社會裡面都出了名 是把口很臭的 我從來做朋友 有我的想法都是 我先把不好聽的話說 說了 至少你知道我可以有多不好聽 之後你會發覺我這個人的美德在哪裡 你和我做朋友 你會舒服很多 在這件事當中 當然我們黨裡面的判斷就覺得 政治上是不恰當的 說這句說話 但我想強調 即是作為毛哥的一個黨友 或者朋友 作我自己私人的看法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虛偽 我就沒有權去批評毛哥 甚至我不敢叫他道歉 為什麼呢 同樣的說法 我不會說謊 我心裡都有想過 我都有想過 究竟華叔一個我們 我從小時候 八九文明我都喜歡 我認識這個人 他犧牲了這麼多年的青春 奮鬥了這麼久為民主 為什麼變成 我當時也會想過他頂上路 但問題是 當我現在也是一個政治人物 我也是這個黨的秘書長 我考慮到 我講這句說話的形象 對黨的影響 我沒有講到 所以我只會說 我一個很虛偽 我只可以說毛哥 他人很真 他想到什麼 他講什麼 不代表他講的話 我們很多人沒有想過 我們有 但是當然 你現在再問我 如果換著我一個角度 我當時會不講他這種說話 我是不會的 所以我想 我沒有資格 叫毛哥說對不起 但是從政治上的判斷 是 毛哥是做錯了 這句說話 政治的發展 是不合當的 如果你可以回頭 有機會 在毛哥還沒講這句說話之前 跟他說 會不會攔住他 或者不要講這句 我會自覺我沒有資格拿住他 OK 那你也屬於年輕的那一批 現在還有一些 35 但是相對現在 掌權那一批 都是年輕的 35 不是50 或者60 甚至以外的 以你這班來看 首先你怎麼看自己的代表 然後我就想問一下 你怎麼看 就是更年輕的 十六七八歲 十八九歲 剛剛讀完中學 開始讀大學那些人 所以說你自己這一段 我想那時候社民 跟我差不多的人 實在太多 如果在社民裡面 好像我的年紀 大家都有點像 就是什麼 你說我們 那是什麼共同點 是不是 大學 或者外國讀書 是不是 在很幼稚的家庭出生 尤為 但是你說我們是否 基層 我們又不是 我們確實又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相對比 比較叫做質素好的工作 就說如果我們想 過得安逸一些 純粹賺錢的話 我們都可以的 但是這一班 三十多歲 我們叫終生代 肯走進來 寫文裡面 肯做一些事情 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 我可以顧到自己的生活資源 但是一些基層 他顧得到生活 他會不會再幫自己 去爭取多些的東西 而有錢的那班 也不會理你 既然我們剛剛在中間 可以覺得到自己 又有額外的空間 可以幫一些基層人 自己爭取的話 我覺得我們 有這個社會 道義去做 我想我們很多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 會不會是你們 這班人 不只是你 或者未必是你 就是見到自己的父母 親戚朋友 可能都是一些受壓迫的 不一定受壓迫 但是起碼可能 低下出身 都是低下階層 但是以前的香港精神 就是你肯定不拼 社會都是公平的 你一定有回復 但是我們現在再看回 年輕那班 我看不到他們有一個 風平的機會 甚至做完大學出來 都是被人剝削的 而我們現在政府的政策 我告訴你 壞個殖民地年代 何此晚會 是完全傾斜為一筆 我們在香港見到 如果不是在本土 努力賺到錢的人 就是內地來的人 內地的人 很多都是有關係 有背景 我不敢說所有內地人 他發了職之後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都幾大 我相信我這樣說 沒有人會挑戰 我這個說法的正確性 你對 再年輕 很年輕 六七八歲 他九十九歲剛剛入大學 或者剛剛中學畢業 中學未畢業 那班 你又那班 支持寫民地年的人 又怎麽看 我想強調一樣 你們有沒有特別 怎樣灌輸他們 他們不可以只聽你們講 寫民地年有這個很重要 我們就沒有大哥文化 我想你由報道都知道 或者看我們的會員大會 我們沒有大沒有勢 他要來衝擊你就衝擊你 既然我們衝擊人 都不厲害的時候 為何黨裏面 有東西有分歧 就不可以衝擊自己 我們講的是直接民主 那這班年輕人 我們不會特別灌輸思想的洗血浪 因為我告訴你 很多外交不會以為 年輕人有些是貪玩 有些朋友來了 我跟著你 有些唯有臭熱鬧 有些純粹 我喜歡長毛 我喜歡動文 我就不管了 做什麽我都跟著 錯了 我們最年輕的支持者 十幾歲的 你上網底下 寫一個文章 完全十分之通順 你看起來 完全不像一個十二三十人寫的 講話的時候 井井有條 有道理 有理有節 那這班人就是什麽呢 他要清名 是不是好像當偶像 那樣 這個我2004年的時候 見到很多時候 那個我會說 不是叫偶像 而是一個 我們希望 可以學得到的一個 怎樣叫做 role model 中文應該怎樣說呢 一個我應該是奮法的對象 你要我做到好像長毛 那麽無私的話 我這一刻覺得自己 我做不做 所以我做生內好 但你問我 某個人是否完全對的呢 起碼我覺得 又不用經常講錯誤的 那你說 抑文 是否很有個人魅力呢 當然 我也都很想 口長那麽 但有時候我就想 又不需要一言堂 都那麽緊要 就是不用罵得那麽厲害 有時候你純粹 抑文的變態 我就說你和他變態 就輸給他 你 只是用你的變態去 去衰過人家 其實這麽夠 但是 正正就是 每個人有些就是 你預期不到的東西 那些就是charisma 就是他那個 怎樣說 香港人魅力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你自己下一個是怎樣 即是 會不會參選 他議會 或者立法院 太遠的不能講 但是2011左右一定會參選 因為上一次我參加灣仔補選 其實我承諾了那些選民 我贏了那些選民 所以2011 就是剛剛說 我很想說百分之一百 當年我也要聽黨的講法 但我猜我想 我幾百多個percent 她一定是回港區 你輸給的對手是誰的黨的 名字 民建聯的 名字 那個票數是 Carroll 輸給他 1千票對500票 一千票對500票 一千票對500票 所以有些黨友考慮覺得我們不值得再下去 但我想社民連的想法就是 我們不是純粹要贏過議席 我們信我們自己一套 和我們宣揚民主理念 就是我不是為了求一個議席 那份不是一份功力 就不像一些政黨坐了一張椅子之後 以後就為了那張椅子 蒙面了自己坐下去的時候 你想爭取什麼 那說回選舉其實一件事就是 我在網上片段看到你們欠街數 如果都欠一百多萬 這個競選 如果你要選一百隻的時候 好像你另外一位黨友來 他就說要成二百萬 就是on top 不只是找到 你們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很頭的問題 但是從來社民連做一些 在大時大飛上 我覺得一定要做的事 一定欠的事的話 我從來是不想過的 因為程度都幾浪漫 幾勿記 那些百多萬是不是已經打了心口 他們都算了 要信得過你 因為那些都是友好的公司幫我們做很多議題 某程度都欣賞我們的理念 當然欣賞之餘那些都是他們賺錢的生意 讓我們慢慢搭配 因為很多支持者亦都不理解我們的難處 所以拿回五居公投做個例子 其實我們由長毛他就說我要搞五居公投 譬如我們有這麼好的海外支持者 特意飛回來幫他做議工之餘 然後帶出一張客戶回來 所以你說為甚麼 這次我們三個來 老實說黨是沒得支持我們 我們三個自己自費 老實說過來也不能籌得多少 但是我想我們的心意 我們都給他一次幫他過來 是很清靈的 所以每集成兩三天 但是都希望親身可以見到這班朋友 跟他講一聲多謝 拍個手吃一頓飯拍張 好 麻煩你貴師傅